您好 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我的一些观察和了解 现在感觉上大致出现了一种罪恶版本的 中国民间的这种犯罪模式输出 这种低配版犯罪版的一带一路 在海外已经逐步形成在世界各地的繁殖 泛滥复制输出 这种形成的罪恶劳务的出口骗徽 以前总说出口创徽 他们这叫出口骗徽 那么咱们来聊聊 首先最近有一个新闻 就是在这两天在泰国报出来的 泰国的警方在曼谷街头发现了大量的乞丐 抓获了这些乞讨的刑起的这些人士 他们全都是来自中国 而且现在已经抓获的几名女子 女乞丐当中 他们每个人都有双手被截肢 或者脸上被烫伤的这种痕迹 就形成了这种残疾 本身残疾的这种状态 那么他们在曼谷的街头 每人每一天平均收入超过一万泰铢 月收入可能高达一百八十万泰铢 就这几个人 而且他们还在街头穿着泰国女学生 中学生的那种服装的校服 在街头乞讨 他们也不说话 但是给人的感觉好像 是不是泰国的女学生 家里有残疾的这种孩子 他们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外貌外形来骗别人 就是让大家给他这个捐款 那么他们被抓之后呢 就有一名声称是翻译 这种中国籍女子出现在警察局 到警局呢 去保释他们 开着豪华小汽车 同时呢 要用现金贿赂警察 这些呢 都被这个泰国的媒体爆出来 泰国的国家资源与环境部的部长 叫阿拆 他说呢 目前泰国各地发现的职业乞丐 逐渐增多 不排除呢 是这种人口贩运集团涉及此案 目前的警方正在调查 那么他这种情况啊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爆出来之后 很多人明眼人一看 非常简单啊 一定就是中国的丐帮 因为在当时以前 中国很多这种丐帮啊 他们属于呢 丐帮下南洋 就是以前在中国各地是有的 但是媒体呢 报道的不多啊 媒体报道不多的原因呢 是政府不让报 这涉及到城市形象 其实丐帮这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有很多的这里面的人呢 他们是被骗的 被抓的被拐卖的这些人 然后把你造成这种用暴力犯罪的方式啊 就我不想说那种很血腥的词 就使得你成为残疾 然后把你推上街头啊 逼迫你在那儿刑起啊 要钱啊 他们不要饭就要钱啊 这种方式 背后有大佬 有监工啊 有什么负责这一组的 负责这一片的都有 他们是有负责人的 所以这是一个职业团伙犯罪 他们现在在泰国干的事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丐帮出征啊 到国外去干 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些城市呢 搞这个失荣啊 城管啊 把这些在街头啊 刑起的这些这个残疾人呢 或者是乞丐呢 全都轰走了 影响我政府形象 我告诉你 中国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问题 要救他们 而是你们 你们让我觉得难看了 你在我这漂亮裙子身上弄脏了 他绝对不是解决这些犯罪的问题 是解决政府脸面的问题 把你们赶走了 所以这个团伙他还是在的啊 所以呢 怎么办 他们要活着海外去 出国 跑到国外去 所以现在你看 跑到泰国啊 是一个典型的 丐帮下南洋 出现了 另外还有一些现象啊 咱们把它串起来 大家就能发现 比如说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聊过的飞机大妈 很多人不爱听 多难听飞机呢 就是给老外打飞机 中国大妈 在美国至少有上万名 一万名肯定是有了 我告诉你 在纽约 美国各大城市 包括欧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各国啊 都有 我的很多网友 在这个 我之前说的那视频里 他们都提到 有这个问题 massage 我说过 你用Google map 在你家周围 搜这个 搜这个 亚裔的 这个按摩店 你搜出来会一堆 你就开车道 你周围去逛逛 你看看 你可以不进去 你在城外 或者你能看得出来 眉目啊 都是那帮中国大妈 这个产业 在外人不知道 但是现在美国已经陆续的 有一些案件 抓出来的啊 但是这还是一个黑洞 这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毯子啊 下面有无数的罪恶 只是没掀出来而已 飞机大妈 这是第二 这是一个群体 还有比如说 这个 在欧美街头 巡游在街头游荡的 这些说外语的假和尚 我相信很多朋友 见过 美国也很多 欧洲也有很多 穿着那种橙色的袍子 他那身形头 加上卖那些破卡呀 什么手串啊 成本不到人民币几块钱 淘宝上什么批发一的堆 基本都是各地的这种南方人居多吧 在世界各地啊 在街头啊 教堂啊 广场啊 什么什么 什么各种地方就晃啊 他们只找老外联 不找亚洲联 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这个 都发现都能看他们 就是找人家骗钱 你给我带我们的资源募捐 这手串20欧元 20美金 他一天晃晃就弄个一二百美金 很容易啊 而且他们也有 配套 有团伙 分片 分区 这几条街是你的 然后下个月那几条街是你的 你不能上我这来 我不能上你那去 他们非常成熟的啊 分配的很很熟练的 所以这个 这是 这个假和尚 这是我说的 这是第三个啊 丐帮 然后飞机大妈 然后这种欧美的假和尚 然后你还有 这种 境外电信诈骗啊 最近缅美的这个 在世界各地的这种诈骗啊 咱不用说了 电信诈骗 还有前一段 有个例子 新加坡那个 在那撒泼的那个女子 我当时我的视频里我就说 我就怀疑她 我说她应该是从事一些特殊行业的 有这种我说我感觉像 最后果不其然 跟我猜测的一模一样 她就是在那非法卖春啊 他们写的 这个新加坡写的呢 是陪酒女 实际上就是非法 跨国卖春啊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 到新加坡去卖春啊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呢 她也是啊 这种在海外从事这种犯罪和非法的行为 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报过 在非洲 给非洲小孩拍那种祝福视频的 叫卢克 最近也是被抓了 去年好像到现在 也是被抓了 还等待判呢 英国的BBC 电视台 新闻 傲出来的 跟踪她 拍她 包括最后偷拍她 她把整个的 这个犯罪产业链 说出来啊 拍这个视频 在中国怎么卖钱 怎么收钱 给这些小孩来点糖吃 给他们点这个 什么什么 小甜头就行了 你千万不能对他们好 这样那样 这就属于科技奴隶制的这种 海外输出奴隶制2.0 在非洲的进行的 新一轮的奴隶制 对非洲人的这种奴役 其实这是非洲人看不见 摸不着的 但是呢 已经开始在干了这件事情 包括现在在欧美 还有一些干嘛呢 做这些假古董 卖给老外的 所以你把这些事情 这只是我能看到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 就这些东西 你把它串在一起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征 第一个呢 他们是用这种 劳务输出的形式 以劳动力 以服务业形式来做的 不是这种实物产业的 不是实体产品的 以劳务输出形式的 第二个呢 他们涉及到这种灰色产业链 或者是直接犯罪 有的获得的非法所得 在当地国也是犯罪 你说这些诈骗也好 这些乞丐也好 非法刑起的也好 飞机大妈也好 包括还有一个群体 叫战阶粉红 我把他们最新的这一波也算在这里头 因为他也是用一种劳务形式 劳动力 服务业的这种角色出现的 卖自己的服务的 第二个呢 非法所得 第三个呢 他们是挣当地的外汇 这种钱是 见不得光的 所以他是 第一个是干服务 劳务 劳务这种形式 第二个呢 是非法 第三个呢 挣当地货币 就这三个特征 就把这一片人 都能够总结出来 总结起来 包括战阶粉红也是一样的 这战阶粉红那个 使领馆呢 什么什么 这个同乡会 老乡会给他们发钱 也是违法的 也是违法的 所以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能看得出来 这一批 在中国灰色的非法 其实灰色 我都是说的客气 在中国都是非法 他们这种犯罪产业外溢 在国外输出 已经完全和一带一路吻合 你比如说东南亚 缅甸有 那个缅甸的诈骗 然后呢 在泰国有这个乞丐 新加坡有非法卖春 不光新加坡 在很多国家 都有这种非法卖春的 中国女子 在新加坡 非洲拍非法视频的 不光是卢克 有好多 当时有好多这种 靠拍非洲小孩 挣钱的 有一段堆 在非洲出现 然后在欧洲 欧美 出现的这种假和尚 飞机大妈 电信诈骗 战阶粉红 这个卖假古董 卖给老外的等等吧 这些东西 基本上涵盖了 一带一路的整个的路线 你这么一看 非常清晰 而且全面带着 就是中式那种风格的犯罪产业 这里面呢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呢 他们干的这些事情呢 都是在中国 经过成熟的 模式 形成的成熟的产业链 他们有成熟的技术 人才和经验 你比如说 卖春也好 乞丐的这个丐帮也好 飞机大妈也好 战阶粉红就跟五毛是一样的 他们是一样的 跟网络五毛那是一样的 假和尚 假和尚 你说中国大街小巷多了 以前干的 拍这种非法视频的 这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有很成熟的模式 包括假和尚也好 这丐帮也好 飞机大妈也好 跨国卖春也好 他们中国都是有头 有货源 有经理人 在海外各个地方都有分支机构 有负责人 有小组长 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 这钱怎么分 这些人怎么管 这个产业链怎么回事 你的上下是谁 再上下是谁 你的总代理是谁 他们有非常成熟的这种产业链 和这种模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的萎缩 这个崩溃市场 就是他们从事这些非法行业的工作的 非法行业的 已经市场饱和 并且内卷 客户更少 中国人防骗意识更高 你说假和尚 你说北京天津还有啥收入 不大好有收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骗子 假乞丐也不大好骗了 那怎么办 往外走啊 你在中国已经都内卷成这个样子了 市场都已经做烂了 让他们 所以他们得往海外复制 那么到海外的好处 外国人不了解 不熟悉 所以呢 容易成功 他们收入也高 因为他们拿着当地货币啊 就我说那种假和尚 你在美国街头晃晃 一天弄三四个 你随便晃晃 弄个一百多美金 一百多美金 你一个月弄三四千美金 三四千 你叫六日啊 我说那星期六星期天 那街头人还多呢 一个月弄个三四千美金 你和人币两万多 你在中国干啥 你在满大街晃能晃出两万多块钱来 现在中国是已经没这行情了啊 所以他们在国外挣得多啊 呃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在国外的这种情况呢 并不是法律不管 而是他们容易或者他们善于在这些关键代理人和他们背后的这些呃 这些大佬啊支持下这些犯罪团伙的这些头目的支持下 他们往往能够逃脱 国外法律的这种监管 有时候他们跑到盲区 他毕竟是外国人 有的时候 就是你们美国吧 也很难 就是这么 容易那么快的 全面的去抓他们啊 去覆盖他们 所以他们往往是钻空的 并不是 呃 法律是有 不是法律有这个 有这个盲区的 是他们自己的无知 以及他们侥幸 这种原因造成的啊 就是他能够干一段时间 先干下来 干完跑呗就干完他就跑了嘛 而且在国外的法律系统来说呢 他是要求执法程序正当 取证也得正当 但是中国人就擅长钻这空子啊 你是中国 你中国 中国警察抓这些在中国 绝对都是不正当程序能管得了 你在海外都必须正当 你就弄不了 那些假和尚我就看过 波尔顿的警局就讲过 说他们在这 我们没有办法抓啊 就是他 我们按照法律怎么怎么样 取证如何如何 他这种行为又算怎么样 我们就不能怎么着 你在中国弄几个城管 直接就在胡同里 打一顿就给 就关几天就给 赶跑了 是可以的 你在美国就不能这么干 所以呢 他们就有这种市场混合下来啊 他们能够钻法律的空子 因为国外的法律是很严格的 取证是要合法的 所以他们有办法能够对策啊 还有呢 这里面有中国政府的这种默许 中国政府不知道这些事吗 他们都知道 像在海外的就干这些事情 他们都知道 但是中国政府呢 它是有一个排序的啊 你要知道 从中共的角度来说呢 你在海外 影响中共的这种形象 是第一位他要管的 影响中国人的形象 影响海外华人的形象 跟他没关系 他无所谓 他不care 他不管 但是你在国外 你如果骂习近平 在那抗议举着新名牌子 他们生气 这不像这在国安影响 我们中国政府形象 他管 但是你在国外 大量中国骗子 中国犯罪 在国外骗老外 他们不管 那跟我没啥关系 不太管 同时这些人呢 也会是政府的这种 这个随时可以征用的 海外眼线 所以他们就不大管 所以你说 这事依赖于中国政府 得大力出手 也不太爱管 缅北诈骗那个啊 缅北诈骗那 为什么在抓在管 那个涉及到中国政府的 中共的利益 以及海外资金的 外逃有洗钱的这些事情 中共才出手抓 如果不涉及到这个 他不会抓的 他没那工夫都抓你干啥 你还认为这里还涉及到 跟缅甸的这种 这个中国的外交管控力度 他的这个外围的 他有他的这种 这种需要 所以他才出手 涉及到他卸身利益了 那么现在啊 就中国的这些 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这种 犯罪的事情出来 就是经济崩溃下的 这种就业逃难 包括行业外迁 产业外迁 包括全工种的外迁 和劳务输出和转移 全工种也包括合法和非法的 都包括 非法的也在中国干不下去 那就跑国外干 所以这些非法出来的 犯罪的这些东西啊 本质上和生产线 转移到越南 印度的那些东西呢 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你们那些 生产玩具呀 生产家具的是合法的 我们这是不合法 但是我也是 本质是一样的 在中国活不下去 我才到国外骗去 到国外去干去啊 所以原来呢 都是这种高技能啊 高学历的 往外输出啊 现在是什么 什么东西都不在乎了 就是这些烂的东西都有 而且基本上 你看在一带一路的这条线上 往往全都啊 在那潜伏着 出现着 伴随着中式的这种黄毒 毒片 毒就是这个 最近美国一直在说的 这个芬太尼啊 在墨西哥这块啊 所以呢 基本上这些黄毒毒片啊 全都是有啊 非食物的这种假冒伪劣 这种劳务输出啊 罪恶劳务的出口片徽啊 是有的 只不过呢 其实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啊 犯罪版本的大洒币 但是他洒的币是一种劣币 他会驱逐当地国的良币 这个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是有严重的后果的 你比如说泰国 泰国人很善良 泰国人很善良 也习惯于施舍 但是你这种事情如果中国的假的乞丐越来越多的话 你会伤害 长远的说 你会伤害泰国的整个的道德水准 泰国的人的 泰国普通人 善良人民的这种 道德沦丧就出现了 你像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吗 非常冷漠 人与人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互相不信任 互相不理解 你互相这个防备啊 你防着我 我防着你 所以就是拉低 所在国的 境外这些国家的 道德水准 这是起码的啊 你包括这些 呃 假和尚 你说有多少老外 很善良的啊 在美国 我看多少 美国那些老外 就直接给他钱的 从 尤其华盛顿纽约啊 有很多 那些呢 是从美国中部的一些州啊 像田纳西啊 密苏里州啊 那些 这个这个 老农民州啊 阿肯色州啊 这些农民州出来的 白人很单纯的 很善良的 哦 你要去献一个寺庙 你做善事儿好 我给你20美金 有的我真眼亲眼看见 这小孩 那的哥哥 把那几个弟弟叫过来 你把你领钱给我 你的领钱给我 你凑凑三四十美金 噎这个假和尚手里 好像那孩子 眼神里迸发的是一种 善良和爱 而且祝福 希望你把你一起 想做的 这个寺庙的事情 把它做起来 祝你成功 非常单纯 但是如果你这种事情 你这种中国的假和尚 假辫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是蝗虫输出啊 你就大洒币 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你就是在国外 进行这种大洒劣币的行为 就把当地起码来说 这种道德水准 垃圾 其实对全世界 就是一种破坏 对全世界 就是一种 这个劣币输出 就这么个事儿 好吧 今天我聊到这儿呢 也建议啊 各位网友 如果您啊 身边有跟我说的 这种情况相吻合的 您也留言 点赞啊 因为我相信 我说的事情 绝不是我在美国 看到的片面之词 加拿大有 欧美 欧洲有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东南亚 都有 就我说的这些现象 绝对都有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